《謀殺官員》 第三步 《物理教師的時空詭計》 第57章 明天就是元旦 高棟知道元旦是一個分水嶺 一旦假期過後 市局的散布事件就將會徹底煙燒雲散 上級領導自然會向他施壓 政治對手也會趁機會向他發難 仕途和破案已經捆綁在一起了 他現在倍感壓力 但是他做到這樣級別的官員 加上他外府的勢力 早已過了這個當官為錢的階段 別說他 就拿邵小兵這個院局局長來講 雖然邵小兵的舅子是院裡的大義首富 又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但是邵家家族中邵小兵永遠是領頭人 有錢解決不了的事情有很多 但是有權解決不了的事情就很少 商人賺再多的錢 在更高的領導面前看來 只不過社會的財富權暫時寄存在你那裡 如果你得罪人 隨時有辦法把你收拾 高棟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眼裡 級別很高的官 但他依然想著往上爬 他沒有想著為了財富 為了實力和為了面子 但是試圖這條路上的政治對手很多 他風光的時候大家都過來依附他 不僅因為他現在有權 更看重他是省市公認最有潛力的年輕官員 妓女靠吃青春飯 做官更加是這樣 他還未到40歲 正值黃金的年齡 一旦他正值再加多幾筆 就能夠更進一步 但現在 這個公檢法一把手 全部死掉的案件 實在將他拖到絕無僅有的府警 線索雖然很明確 兇手整體的輪廓其實已經清晰了 他知道案件遲早會破 就算現在暫時沒有兇手的直接線索 但是根據輪廓區分出來的兇手所在羊群 逐一排查最多三個月 這件案一定破 但他等不起 三個月太久了 他寧願已經拖不起了 省市兩級也不會給他時間 政治對手更加不會給他三個月這麼長的時間 他只能夠寄予運氣的來臨 快速地排查出兇手 好運真的會來的 這個元旦的最後一天的早晨 崗偉跑過來告訴他 到底剛剛查到葉元朝小兩顆子彈 高棟的眼眉眉瞇了下 冷聲地問他配的是什麼槍 五四色 高棟的拳頭收緊了 接著說 他現在在哪裡 還在他派出所裡 今天早晨的時候 院局兩個負責這次警察檢查的文警 去到他們派出所裡 全派出所所有人當面拿出警察確認 葉元朝少了兩顆子彈 他說應該留在家裡 現在才回去拿 高棟冷笑一聲 好 如果在他家裡找不到子彈 直接把他帶回來局裡 我要跟他好好地談一談 不會真的老業做的吧 但是他有不在場證據 高棟哼了一聲 如果真的有心犯罪的話 這些都可以偽造出來 當然了 說不定他做了銅火 這個暫時不用下結論 等他們調查結果 五分鐘之後 高棟的臉像鐵青般走進辦公室 鎮住這樣說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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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元朝 他當街吞槍自殺 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高棟即時感到一陣頭暈 他退了兩步 扶著辦公桌才站在那裡 當街吞槍自殺 他倒抽口涼氣了 高棟好噁咳地說 我…我…我…我們過去看看好嗎 高棟強咬著牙關 只能夠過去先 嫌疑犯剛剛有點苗頭 居然當街吞槍自殺 一個警察搞到當眾吞槍自殺 他這個負責統籌寧院工作的專案組組長 現在怎麼有面目向上級交代 應該怎麼面對上級的面識 高棟煞時之間感覺到 前所未有巨大壓力 拍了門口 簡直是人山人海 整條路都塞住了 高棟車開不了進去 隔著很遠就停下來 在文記的築擁下 逼那些圍觀的群眾 這樣才進到封鎖線裡面 封鎖線拉後了幾十米 警察手拉手地組成一個人場 防止圍觀的群眾靠近 現場的中央葉元朝躺在地上 太陽穴那裡有一個黑色的洞 另一邊的頭顱那裡也有一個洞 是自殺的時候 子彈穿過頭顱留下來的 地上還有一堂血跡 派出所所長一看到高棟和剛衛來到 馬上跑了過來 高…高…高… 他還沒說完話 高棟打斷他 屍體為什麼還放在這裡 法…法醫還未來 等一會兒驗屍 驗屁嗎 馬上清理現場 快點 一聲命令 身邊一班警察立刻行動起來 拿起的塑料布 用最快的速度 將葉元朝屍體包了下台走 其他人也紛紛地返回派出所裡 拿點水來沖一下地 高棟的面色很難看 咬著牙地叫這次負責警察檢查的兩個警察過來 他很生氣地問 這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被葉元朝死了 這兩個人嚇到面色鐵青 一句話都不敢說 說吧 高棟好像想吃人那樣 旁邊的崗位立刻幫他們說 傻了幹什麼 還快說 其中一個人吞口水 小心翼地報告 是這樣的 我們回到派出所的時候 按著要求 集合所有配備警察的警務人員 一起拿出所有警察確認 葉元朝登記在冊 一共有六顆子彈 他這次只是拿出四顆 說大概有兩顆放在家裡 我們就先打電話和局裡面匯報情況 局裡面同意我們陪他一起回家拿 後來葉元朝說去廁所 我們在會議室等他 沒想到 他立刻跑了出來 立刻站在外面 傳來一聲槍響 就這樣走 高棟很生氣地說 你們發現他小兩顆子彈 居然還被他拿著槍 為什麼不當場沒收了他 這…這個沒有線例 我們沒有權限沒收他的槍 一邊的崗位 小心翼翼地幫手下解脫 原本…原本想著不會出這件事 他們兩個不是刑警 不知道案情 葉元朝少了兩顆子彈 也沒有正當理由這樣當場收他的槍 高棟冷黑聲 又吐了口氣了 甚至事情已經發生了 怪這兩個死蠢都是沒用的 葉元朝當街自殺 不用想都知道 旁邊那些圍觀的當地老百姓裡面 這個時候肯定有很多種流言飛語 傳到大街小巷的了 今天事實在是搞得太大了 剛剛一定有圍觀的人 已經拍了照片 這一次消息封鎖是封鎖不住的 只能馬上向上級如實地回報 請求聯繫新聞主管部門 控制著媒體的報道 這一次問責是肯定的 到底怎樣善後才好呢? 高棟深呼吸了一口氣 他叫自己冷靜下來 快速地權衡了一次當前的事態 一方面他立刻下令周邊的警察 處理現場的事宜 另一方面很快地坐車回到院局 現在他需要打很多電話 去發動很多人事關係 做很多事